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们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于东老师 欢迎于东 欢迎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屈老师 欢迎屈老师 爱情导师 图类屠老师 欢迎屠老师 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在学校的时候 他什么都听我的 可大师实习这一年 他就像变了个人 我的话完全听不进去 他对我也越来越不关心 他现在要求特别多 总是愿意拿我和别人家男朋友比 我真是想不明白 我们两个人谈恋爱 为什么非要和别人比较 我闺蜜们的男朋友 对他们都特别好 看着我特别羡慕 我也希望他能宠爱我 我有什么错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感情挺好的 我对他一直也很好 但他现在变得特别不讲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现在对我一点也不好 他老是想我吧 那这段感情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对我不好 我要男朋友有什么用 这段感情会如何解呢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胡22岁 来自陕西是一名鸡物 女嘉宾小芳23岁 来自湖北是一名鸡物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啊 这个毕业了吗 已经达四实习了 实习 这机务是修飞机是吧 飞机维护是吧 对对对 你也是学这个的 对 好苦啊这个啊 是不挺苦的这个 还行吧 我比较喜欢 你喜欢是吧 对 同班同学 不是 是一个学校的 一个大概方向比较像 方向比较像 对 谈恋爱多久了 三年了 你现在觉得他对你不好 就感觉他现在 我觉得他都没法 跟别的男朋友相比 你看特别是 怎么比法呢 这没法比啊 姑娘 你看嘛 现在我们实习这一年以来 他对我也没有以前关心了 然后他老是惹我生气 老是惹你生气 然后我觉得他跟别的男朋友 简直了 没法比 你说说的都哪些事 惹你生气的吧 我现在觉得 他心里就 就快没我了 然后我就特地忙 我就试探他 我在的那个公司吧 那个部门 就因为是维修方面的 所以就男生特别多 就男女比例吧 差不多十比一 那我在我们部门 那也是一只花呀 到处人追 那追我的也不是 一个两个的 是是是 是是是 激务嘛 然后呢 但是 但是我为了他嘛 然后我就都拒绝了 但有一个嘛 他就一直追我 他就不放弃 然后那天 他正好惹我生气了 我就想弃弃他 然后那天 我那个同事 他又想请我吃饭 然后我就跟他讲嘛 我说咱别吃饭了 咱直接看电影吧 正好晚上有场电影 挺好看的 然后那同事可开心了 特开心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嘛 本来我们是晚上一起吃饭的 我就打电话跟他讲 我说 我说晚上咱们不一起吃饭了 我要跟那个追我的男同事 一起去单独看电影 这个重音说得好啊 追我的男同事一起看电影 他什么态度啊 他就说那你去吧 也不是 我就觉得他刚到公司嘛 有人照顾他也挺好的 然后 看电影啊兄弟 我觉得看电影也不算什么事吧 看电影的人多了呀 虽然说晚上黑的 电影院也是黑黑的 但是嘛 他毕竟也是个公共场合嘛 然后我就想 已经三年了嘛 我对他也挺放心的 没有啊 他就是不在乎 然后我当时去看电影嘛 去了 对啊 去了 我当时我就觉得 他肯定会不放心会找我的 我就一直拿手机 一直看一直看 我就想他可能会找我 结果呢 他就一直都没找我 我当时我都急坏了 他这么放心我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电影结束了挺晚的 你就不过来送我回去 然后他就来了呀 哦 来了 然后你那男同事呢 我都好奇 然后我们看完电影出来 他就在外面等我 哦 然后我就是以为他会生气的嘛 别人家男朋友 要是看到他女朋友 跟别的男生在一起 他早就气得不行了 出贯者都摔几坛了 是是是是 他这样没反应 他又过去跟我那男同事 他还成兄道地 还聊得挺好 啊 哈哈哈哈 成兄道地聊得挺 那您说怎么办 啊 我总不可能一下去 你知道那男生追他吗 这个我有点知道 啊 那你还 你 我觉得这应该没啥 走的时候 要跟那男生聊了几句 我觉得他 对他也没什么意思 你跟男生聊的什么呀 我就问他 你怎么跟我女朋友来了 然后男生说 就是他 说他这样让他配的 我就觉得这也没什么 啊 行 女生已经都气疯了 这还觉得 我女朋友挺好的 不会那个的 反正没有 还有嘛 我们刚到北京 我们是在北京实习 当时我就想嘛 两个一起住多好呀 嗯 然后我跟他讲 那他就不肯嘛 然后他失智做主 给我们俩都找好了地方 然后没办法了 就这样住嘛 见面的时候也少 我就特别想他 然后我就挺难受的嘛 那天正好我休息 我就把东西收好了 我就过去找他 我就想我要给他 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就没跟他讲 然后结果我去了之后 他下班回来 然后他一看着我 他简直啊 他像见到鬼一样 哪里是惊喜啊 简直是惊吓 你看嘛 要别人家男朋友 他多开心啊 他巴不得呢 是是是 你看他 他怎么这样 因为我没想到他来嘛 我下班然后突然发现 他在这儿 都是男生嘛 然后突然 一个女生回来 往我还吓一跳 那你就不想跟我一起吗 那我也能照顾你啊 我们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嘛 相依为命 对 你为什么不愿意 跟人相依为命 虽然我们谈了三年嘛 那也只是个男女朋友 还没结婚嘛 住一会儿 大家怎么想嘛 再说他一个女生 刚进公司 那样名声也不好 我睡睡房 让你睡客厅 我又没占你便宜 那我一个女生 我脸皮也挺薄的呀 那你跟我住一块儿 那是不是还得我照顾你呀 那你照顾我有问题吗 之前在学校 咱就不说了 学习还轻松一些嘛 现在工作 倒不然啥的 就照顾他 就有一点分心嘛 那你之前在学校 他衣服都是我给他洗 那楼下有洗衣机嘛 他非不 他就说我洗得干净 然后往我洗 我挂在我宿舍嘛 然后寝室的人都看见 他说是谁的 刚开始 我就说女朋友的嘛 那时间长了 我寝室的人都知道 哎呦 他明天又穿到衣服呀 所以你是害怕 他跟你住一起 天天让你洗衣服是吧 那当时嘛 我搬去之后 那他也没办法了 我当时我心里可开心 我想我的好日子 终于要来了 那结果呢 结果没住两天 我下班回去一看 发现我堆一船没了 东西呢 我想不会遭贼了吧 我当时可害怕了 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东西都被人偷了 当时他就特别淡静跟我说 他说 是他给我搬回去了 你都没跟我商量 你就直接把我东西搬走了 那你过来的时候 也没跟我商量 你通常过来 把我吓一跳是不是 所以你要把我吓一跳是不是 那有你这样的妈 你看别人家男朋友 怎么对他女朋友的 你得我问一下 住在一起那几天互相照顾了吗 对啊 那他在家 他妈都说 你在家别干啥 我还能让他怎么办 我肯定不能让他干 原来就是吗 我在家我妈都舍不得让我干活 所以实际就是你们在一起 住那几天家务都是你在干什么 对 而且我还在工作 肯定分心嘛 好 而且他住在我这边 离他那儿也远不方便 没有他都是借口 他还叫我可抠了 那我们再几三年了 他都没送过我一件像样的礼物 你看像他这么愣的 这么傻的 他也不主动 那就算了吧 那有事吧 我就让他陪我挂街 我看到一个手肘 我可喜欢了 我就想让他给我送 那他就是不可 还找借口 说我手臂粗 那你看你手臂是不是比我还粗了 你看我手肘哪出了 哪出了 手臂哪出了 他之前挑的那个是比较细一点的 然后那个营业员嘛 他就故意挑粗一点贵的人给他 那一个女生戴那么粗的 像啥呀 本来也就不好看嘛 确实是不好看 那要别人家男朋友呢 你看看别人家男朋友 他情人节午啊 你什么的 他都给他女朋友送礼物 那你呢 你给我送过什么呀 然后我就给你讲一下 我想要这个嘛 那你也不愿意 你怎么不学人家男朋友呀 你就光拿我和别人家男朋友比 别人家男朋友比 整天拿我和别人家男朋友比 这个就不要比 这不太好啊 姑娘 这就差不多了吧 那还有呢 他还说我腿出呢 哎呦 是吗 我穿了一件可漂亮的裙子 我去找他 我就希望他见面能夸夸我 结果呢 我满心期待的我见了他 然后我就问他 我这不全身好看吗 他一看他就说 那全身太难看了 你看腿多出 像大象腿一样 本来就不喜欢他穿短的 然后他那天一照镜子 那确实不好看嘛 你是因为他穿的短不好看 还是因为他就是不好看 两方面都有吧 我的天哪 这孩子这么实在啊 他真的一点都不懂得了嘛 他那三年恋爱是怎么谈下来的 别人家男朋友嘛 看到女朋友穿什么 什么都是好看的嘛 都各种好听的话都会夸 那在他这领我哪哪都不好 他怎么就不能跟别人家男朋友学学呢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 跟别人家男朋友学学这句话了 他总是拿我和别人家男朋友比 别人家男朋友比 我就怎么了 你光拿别人家男朋友比 那你怎么不许找别人家男朋友 再说了 再说了 你看他没他说这种话 他都不在乎了 再说我对你的好你也是知道的 在学校三年我怎么对你的 我也是实心实地的对他 虽然说没有给他买东西 但我整天给他打热水 一年四季除了放假之外都没辣过 吃完饭每次都是我倒盘子 我就觉得对他挺可以的 然后他就这实习这一年 他整天问我要这要那 在学校的时候也不是这样 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物质了 我就偶偶想象一次嘛 又没有整天长得一样 还有他真的他太不懂得浪漫了 就有一次 我俩很久没见面了工作忙 然后我就想我们去看看电影嘛 正好有场电影我挺想看的 然后我就跟他去了 当时是那个爱情片 当时那高潮那可感人了 特别有感触 当时我就看他嘛 他就面无表情 在那脚爆米花 然后我就想我提醒一下他们 我说我有点冷 我说我没戴外套 然后他就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说 有没有心意再坚持一下 就只有半小时了 当时我把我气死了 你看有这么傻的吗 那确实是只剩半小时了嘛 但是我最后也把衣服给他了 让他披着 还有啊 你看别人家男朋友吧 都叫他女朋友 叫宝贝 叫小新干 那他叫我什么呀 我们平时是都是叫名字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就让他给我取个名字嘛 结果呢 他都叫我八怪 叫他什么 但是我都快七十了 然后我就想他必须得马上给我改 为什么是八怪 他给我改叫我二十 他说我两门牙 当时我剪的 我都快气疯了 二十 怎么有这样的男朋友啊 二十之间不是有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吗 然后他又逼着我 然后赶快说出来 我是突然想到 然后看着他两个大门牙嘛 我就说了就二十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是是是是 我们俩上个月就吵了最大的一架 就因为工作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俩 就因为没有在一个公司 见面机会也少 我就想我去他的公司嘛 他就是不肯 因为要别人家男朋友的话 那他 那他巴不得两个人在一家公司 天天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一起吃饭 是是是 那我呢 我之前我都天天一个人吃饭 我看别人家男朋友 陪着他女朋友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诞生 那你看嘛 咱俩都谈了三年了 然后之前前两年不是在学校嘛 我之前挂课 也有挂课嘛 他确实也挺好 对我挺好的 然后晚上就 牺牲掉他的时间嘛 也没有跟同学去玩 然后就帮着我 把那里门课给过了嘛 然后从那之后 他就一直在管我 管这管那 然后现在又不是实习了嘛 我觉得好不容易有机会 我俩聚集稍微能远一些 然后也是为我们以后打算嘛 因为已经在一起 待了两年 平时也基本在一起 没有分开过 所以你的逻辑是 距离产生美是吧 我觉得距离会产生美 他就是想我烦了 我管你 还不是为你好吗 我都是为了你啊 你看别人家男朋友 我想好他的昵称了 你以后就叫他 别人家的男朋友 你说他对你好吗 你觉得 他以前对我挺好的 以前对你挺好的 你现在担心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两个 见面机会也少 我觉得他都不能陪着我 不能照顾我 就是他说的那个距离 让你有点不舒服是吧 我就想天天缠着他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我对他一直心一直没变 我虽然没有给他买东西 但是我不管什么节日 我还总是在陪着他 我觉得他越来越物质了 明白了 男生觉得你变了 女生说 我就想跟你腻在一起 有错吗 是这意思吧 来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妹妹 你整个 就他就是不在乎我嘛 你好会撒娇啊 你平时在修飞机的时候 也会这样吗 那不会啊 那我只会对他撒娇吗 对他撒娇啊 那个男孩 他这个撒娇 每次在你身上表现的时候 你很享受吗 我觉得他有时候撒娇 还是挺可爱的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烦 那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你觉得这个女孩 身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她之前就比较单纯 比较善良 然后一直在照顾我 我觉得她对我挺好的 最不能忍受她的是哪个 就是她现在总是拿我和别人男朋友比 啊 妹妹 你到底有几个男朋友啊 就他一个呀 你之前有几个 就他一个呀 这是初恋的 对啊 你也是初恋吧 我之前也有喜欢的 但是没有在一起啊 啊 说话真直啊 妹妹我替男孩说两句话 男人最怕被比较 尤其是被别人家隔壁家的男朋友做比较 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的 我就希望通过比较 她能对我更好一点 你那个不是比较 你那个是多多逼人呢 你会把她逼疯的 你的确是在这方面 你不要太强势了 那另一方面 我要跟男孩说一下女孩 多好的一个姑娘 对吧 你也知道她想要什么 那偶尔你爱她的话 你就满足她一次 迎合她一次又怎么样呢 拿出时间陪陪她 不要一张扑克脸 对不对 因为毕竟你们有三年的基础 而且当初也是你追的人家 对不对 追到手了 这么可爱 又这么会撒娇 我告诉你 分享一个我的经历 看女人啊 什么最重要 性格最重要 因为她的外在的 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 而不断地去变化 但是她的性格如果吸引你 那个会让你一辈子快乐的 如果你认可这个女孩 就继续跟她在一起 如果不认可 也只是在她性格上 找一些问题 好吗 不要在别的地方 有点不同的意见 你刚才说你有过 曾经有过喜欢的一个女孩 对吧 对 她的样子跟她一样吗 不一样 她是什么样子 她就是高中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喜欢她 她什么样子 就跟她不一样 脸比较圆 个子也稍微高高的 也比较喜欢学习 那个女孩理你吗 也理我 但是没有她对我这么上心 你追求过那女孩吗 我跟她说过我喜欢她 但是 但是她拒绝了是吗 她没有拒绝 然后告好之后就不再联系了 你现在还在想那个女孩吗 不再想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她了 你爱她吗 爱她 有几点让我怀疑你对她的这种爱 第一 当一个追求的男同事 可以跟她去单独地看电影的时候 你没有什么感觉 当然你是一个很木讷的男人 但是呢 坠入到爱河当中再木讷的男人 她也会被融化 她也会有畸形出来 因为那叫情不自禁 但是很遗憾我在你和她的相处模式当中 并没有看到 很难想象 任何一个男人 虽然对另一半放心 但是那种不舒服 一定是会有的 你没有 这个女孩想跟你在一起 想一起过日子的那种感觉 你不要的 甚至于当这个女孩主动地 把东西都搬过来的时候 你没有惊喜 而是惊吓 过了一阵 又把东西搬走了 很难解释说 深深地爱对方的这么一个人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只能理解为 你并没有爱的 或者没有爱情当中那种激情的那一份 你们虽然三年了 她在学习上是帮助过你的 你也在一些日常的家务上帮助过她 帮她洗衣服 但是你们之间没有到达情侣的那份激情声 没有礼物 可以 但是你有没有体会到对方在希望你有礼物的时候 那种感觉不是礼物的价值本身 而是你的心意 但是你没有 给对方取歪号 这种事情其实经常出现在情侣当中的 但是你起的外号是在伤害她的 你是把她的缺点放大 甚至一种取笑 但是她心里会好受吗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你根本就不在意她的感受 她想跟你多的互动 想要你的关怀 包括今天种种的撒娇说 别人的男朋友都是在闹关注闹关怀 而你领会不到 只能说你心里没有她 女孩 我们整个都感受到说 是你在要要要 你太主动了 而且甚至把自己的地位放得太低了 有点祈求这份爱情 但对方没有给你 强扭的瓜不甜 心没有到一起 即使搬到了一起 也是突然 好吗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曲总 虽然从整体角度上来说 我们会认为 这个男生是一个非常正直 自尊有家教的男生 我也认为是这样 但他做得有点过 当一个女生全心全意 想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 你大可以保持好自己的约束 这没有问题 但是把她的行李搬出去 这就有点过 这就有点太爱护自己的名声 她已经跟你搬到一起去了 这个时候你把她搬出去 你说那些同事们会怎么说她 更看不起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认为你大概没有那么爱她 你更在乎自己的名声 至于女生 第一 撒娇不是生活中的主食 它只是调味品 你吃饭吃多了 吃得没意思了 来点辣椒 可以开胃 你要是整天都吃辣椒 那对辣椒就有免疫能力了 就没有味道 有哪个女人把撒娇当饭吃的呢 你从头到尾就在那儿撒娇 所以她才会说 原来你撒娇 我是觉得挺赏心悦目的 到了后来就有点烦了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也认为你没有那么在乎她 真正深爱一个男人的女人 会经常把她 跟另外一个男人去比较吗 开口闭口 别的男朋友怎样做吗 不会的 她如果真爱这个男人 她认为这个男人是独一无二的 凭什么要跟别的男人比 不需要 所以你在处处把她 跟别的男人相比较的同时 你也很在意自己的感受 你希望得到别的女朋友 就是你的潜台子 不是别的男朋友 而是别的女朋友 都那样了 我还这样 所以你也没有那么爱她 表面上看你们好像 恋爱的特别好 但其实都是一些形式 你的撒娇是形式 她的拒绝也是形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分明没有看到热烈 你们之间 有没有爱情的实质 你们自己清楚 对不对 谢谢老师 应里一句老话 过者为哉 就是度嘛 老人其实还都有点小自私呢 女生的自私是 我要的一定得给我 你给不了我 我就一直问你要 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说 要给你这个人 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男生好像在这段感情当中 一直也在比较 值不值当的 当女生搬过去后 她最多衡量的是 在一起会很累的 不在一个单位实习是说 天天我们见 我们再见会烦的 所以你们自己 好好考虑吧 有没有爱过 有多深 要不要继续往前走 今天可以在这儿 做一个很好的料断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特别欢迎前两年 你在学校里的时候 对我那么好 当时你追我的时候 你对我那么好 可是就是在私习这一年 我感觉 你对我不再那么丧心了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把你搬出去 也真的不是为了什么名声 而是你搬到我那儿住 然后去上班 来回路上还要倒车 你经常吃到好几次 然后被领导还说 咱一个新员工 那也不好 我也是给咱以后的考虑 过日子就要 可是我现在真的很怀疑 过日子一天一天的嘛 你干嘛 你经常拿我和别人比较 我觉得别人有别人的世界 咱也有咱俩的生活 一天一天过下去 我希望你如果 还想跟我好 以后还对我更好 行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好考虑一下吧 来 请关门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我有钱 谢谢 来 跟姐姐一起下去 感谢药宝师 伊贝师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师纯净面膜 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 见证这对年轻人 的浪漫时刻吧 请见证 你知道我就是这么个人 我对你的心 你还知道的 既然你经常拿我和别人的 男朋友比 那我就要做得比别人的好 我不是让你从我身边溜走的 我爱你 那你以后要对我更好 那肯定的嘛 那你是我的宝贝吗 对你 等着你 对你 天心又重要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质疑 把我抱紧 两个心也都不理 来 打爱着吧 谢谢 好好爱她吧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你不爱情难回忆 只要他们幸福就好了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 请看 我最近这段时间很苦恼 我女朋友不支持我的事业 而且现在还要跟我说分手 我觉得我现在选择了 我喜欢的 我一定有信心 把这份事业干好 以后给他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希望他能给我 多一点的理解 不要跟我分手 这看起来像一个 男人成不成功和爱情 能不能成功化等号的命题 老师们会如何解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柱 29岁 来自山西 吴越 女嘉宾小薇 22岁 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 你比他大七岁是吧 对 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在一次活动当中 我是组织者嘛 然后我就认识他了 我感觉这个女孩挺不错的 就去追他嘛 然后就在一起了 对 谈了多久恋爱了 有一年多一点了 女生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还没有毕业 大几啊 马上开学上大四 上大四了 对 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了 你一定会闯出一点什么的 好像你们这个爱情 好像跟这个成功在博弈 是吗 怎么了 她老是怀疑我 怀疑我的能力 怀疑你的能力 主持人 我没有怀疑她的能力 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嘛 就兼职认识她嘛 感觉这小男孩就挺有理想 小男孩 就感觉她挺有理想什么 挺有抱负 但是现在呢 都感觉她现在可不靠谱了 做什么事都没有成心 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没法再相信她了 一年的时间 曾经阳光向上的小男孩 怎么就变成了一个 一无是处的小男人呢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就我们刚刚在一起不久嘛 然后她研究了个专利 我就感觉她好厉害 然后她 专利啊 对 她研究的那个专利 正好是跟手势有关 然后那专利下来了 都申请专利号了 对 都已经下来了 然后挺厉害的 然后她就专利下来之后 她就放置不管了 什么专利 就是一个方法 能让那个手势能旋转两回 就是让它变形 什么东西 就一个手势 一个吊坠 就是可以旋转两 一个手势 旋转两次 旋转两次 对 它可以变形状 吊坠 对 转一下 再转一下 就变了 对 做呀 我也想联系那些 首饰店的那些 经理什么的 但是始终联系不上 我就把那个搁置起来了 搁置 但我没有放弃 因为那个东西啊 本身如果真的要卖钱的话 真的被人家首饰店看上的话 那个东西 差不多能支上百万也是可能的 你看她就知道赚千万百万 人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我现在毕竟快大色了 然后我挺想找一个 就是稳能点的人 那她呢 那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准备筹划那个餐饮方面 想做什么 开个饭店 挺好 开呗 但是我缺乏 缺乏别人对我的理解 她也反对我 我家人也反对我嘛 主持人 我那时候是非常的支持她 因为毕竟要干事嘛 但是她你知道吗 她天天就是只是说的好 从来不会行动 我行动了呀 我这一段时间 我正在丑话当中的 本身找店 本身也没有那么容易 包括周围的环境 人流量 消费水平 好 好多方面都需要考虑的 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呀 你现在考察这项目考察多久了 还没实行呢 还没考察呢 是吧 你看见了吧 还就这样 钱都准备好了吧应该 钱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就是二十九岁 毕业也有一些年头了 自己攒的钱是吧 不是 家里的 父母的 对 他们答应给你投了 还得要做一下思想工作 还没答应投 那就钱也还是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我所做的呀 我喜欢我这个事业 你是学烹饪的吗 我是 我去年我在山西找了一个师傅 学了一个打火烧 但那个蛮赚钱的嘛 我师傅他们就看 打火烧是 就是一种火烧 对 四四方方的 四四方方的 里面可以碎肉 塞点肉 对 开呗 不是有手艺吗 就行啊 反正我就是 他就只会吹牛 他每件事都做不长久 他前段时间那时候 在做这个之前 开始弄什么 微信的公众号跟小程序 他明明不是学那个专业的 他非得弄 什么都不了解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非得弄 我就看上那个 微信的公众号 还有那个小程序了 但是我发现那个 蛮火的 后来我不是找了几个朋友 想从事这个 结果我发现这个 还蛮难的 当然了 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这么问你吧 兄弟四年你挣了多少钱 没怎么赚钱 就你没好好工作过是吧 你这四年靠谁活 家里吧 你知道他这个 都没有生活来源吗 这个我清楚一点 但是就跟他在一起嘛 就是那时候他真的是 就是蛮厉害 但是我所以说 我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 不是他怎么厉害了 就是他就是做那个兼职的活动 他是那个活动的领导者 然后看是办事能力什么的 就感觉可厉害了 那为什么不错了呢 最后也是因为 给公司提一些意见吧 然后公司没有取纳 所以才不干呢 又想着干别的 我在那里面 给那个领导提意见嘛 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呢 我是站在那个消费者角度 去给公司提意见嘛 那公司没有采纳嘛 我就感觉公司的领导人 就鼠目寸光 井底之蛙 我感觉我在那里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主持人你看着 就是这种态度 你就有一份工作 你就好好干 你就学了呗 你就慢慢的 你就非得就 你给什么领导提什么意见呀 只是没采纳你的意见 你就走了 对 但是我 太打了 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想了嘛 我就不想给别人打工了 我就想自己赚钱 所以你去学了一个 那叫什么 打火烧 打火烧 你看还行啊 这个孩子也挺踏实 好歹学了嘛 是 他是学了 他就是行动呀 就这个学出来 快半年时间了 他就从来不会着手去干 他只是说 每天都会说 我可以赚好多钱 我可以给你很好的生活 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对你好吗 他对我挺好的 挺照顾我的 关心照顾 但是我现在马上要毕业了嘛 我都挺想找一个稳定点的人 而不是像他这种 就是天天地换工作 没有个稳定的收入 你希望他踏实下来 对 你能不能再相信我一次啊 给我两年的时间 我给你一个奇迹 让我怎么相信你现在 我就没有办法相信你了 你总这么做 我回去的话 我就要从事我的行业 我喜欢这个行业 就是打火烧 对 其实挺好的 因为我师傅就靠这个发家的 人家就靠这个打火烧 就赚了上百万了 就他这种态度 我真是接受不了 天天地想挣好多钱 天天地百日做梦 虽然你对我好 但是你老做白日梦 我也没安全感 是这意思吗 对 尤其是要毕业了是吧 要不然你再考个研 你读三年研 正好他有三年的时间 我这更理想主义是吧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 理想主义者经常碰壁 是有这感觉吗 对 因为成功者的道路 它是孤独的 有很多成功者的道路 是孤独的 要想走向成功的时候 当时可能 需要很多的因素吧 比如说钱方面 家里人的支持 有没有人帮助你 开调的话 当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嘛 我会考虑很多嘛 所以暂时也没有去行动呢 我是先思考呢 你师父打那火烧的时候 你没问问师父 你说师父 当时你是怎么 就找了一块风水宝地 人来人往 当初是谁给你的钱 你买的面粉和炉具 你问过你师父吗 问过 你师父怎么打你呢 那个时候 他也遇到过 但是人家熬过来了 对 那你就熬呗 对啊 我就坚信 我就一定能成功 你就在这吹吧 你就成功 你成功 你现在去找店面 连个店面 你都不来找的 我回去就要找呀 你能不能原谅我呀 你让他原谅你什么 我以后听你的话 好好踏踏实实地去工作 行不行 不搞那个打炊饼店了 搞呀 我一定要搞 好好好 成功者是孤独的 来台下坐的三位孤独的人 你们给他分析分析 一起进入秋皮特问圈 我特别想跟男孩说两句 比我小 我叫弟弟好了 我觉得一个人去创业 很重要的 首先要摸清一下 自己的兴趣 爱好跟特长 到这样的一个 二十九岁的年龄 其实你应该可以聚焦 某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 投入一定的能力跟努力之后 有可能在未来的某天 开花结果 现在如果还是迷茫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是我 第一个小建议 第二个建议 在爱情和面包之间 这是自古以来的 一个两难的选择 你现在的情况 没有办法给你爱的人 一些他想要的安全 保障 还有未来 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心 这很正常 因为你现在还处于 起步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 需要你做一个选择 这个阶段 你觉得体验 爱情的美满更重要 还是说赶快锁定 你事业的规划 事业的方向更重要 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去权衡一下 我的个人建议 我觉得先把事业搞起来 哪怕一步步先有个规划了 投入进去 不见得拿一个盆满钵满的结果 呈现在女孩面前 你只要有一些行为 行动跟靠谱的规划 女孩都会对你有信心 这是我的建议 那反过来我再跟妹妹说两句 从开场到现在 我有一个感受 你的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 都透露的主题就是两个字 抱怨 你有没有想过解决呢 你在抱怨你的另一半 没有实际的行动 去解决现在的窘境 那你有没有帮着她 一起去策划 去思考 去帮她一起去度过 你们共同的难关呢 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幸福 建立在另一半 她不行 所以我就要跟她切个干净 那你想想 你付出了什么呢 如果按照目前 你面前这个男人 他在你内心的定位 可能就两个人生的结果 第一个 庸庸碌碌一生 第二个 未来某一天 突然爆发一飞冲天 这两个结果 第一个你肯定不想要 但是第二个 如果他出现了 一飞冲天的人生 你想一想 以你现在的投入 你值得拥有 他的人生辉煌吗 两个人都要付出 我觉得是OK的 好不好 妹妹 不要着急 共同去想解决办法 好吗 然后我问你 在你心目中的成功 标准是什么 我想做到 我师父的那种水平 甚至要超过他 他现在是 因为人流量也比较多 一个月的话 能赚十几万呢 一年能赚到上百万 这是你的目标对不对 对 你师父戚子有吗 有 你师父孤独吗 不孤独 我相信你一定看了不少书 对吧 什么成功者都是孤独的 然后你要给我两年时间 给你一个奇迹 我们来定义这个成功 我个人觉得 每个人都要把成功的概念 具象化 而且要目标化 这个目标一定是有一个时间节点 就如同你的定的目标 是像师父一样 是吧 多长时间做到 好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现在要做什么 这是最最关键 否则就会将理想和梦想混淆 你有一个很好的专利 但是我听到的居然是都没有去联系到那些珠宝店的经理 负责人 我觉得很大门 那些店就开在那推门就进啊 为什么没有 四年了 毕业四年 没有任何时候 还在靠家里的支撑 对不对 你想到了开餐饮 但刚才问你说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去考察 请问你到底是一个成功的梦想者 还是你将成功真正作为一个 要付居实际行动的一个实践者 我们不能只能想 回到眼前 回到爱情 成功的有很多的方面 成功的男朋友 成功的丈夫是一什么形象 是一个脚踏实地的 可以对他有爱的这种形象 你有做到这份成功吗 对于你的家人来说 成功的儿子 是一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 不需要再去靠家里补贴过活的男人 你有做到这点成功吗 所以把你所有的成功概念具象化 画到你眼前 画到你身边日子当中 你至少有一份工作 他们对你没有什么需求 说你一定要做到年薪上百万 没有啊 你一定要去创业做哪个项目 他们没有啊 他们只是希望你有一份收入 先做到这一点 就叫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然后再向自己的目标 去做脚踏实地的付出 好不好 在付出路上 有他最好 如果他不能陪伴你走的话 你不要怨他 因为他有自己寻找自己成功 婚姻的权利 你不能强求人家 好不好 谢谢 你刚才一直说你很孤独 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孤独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就是感觉很多人不理解你 我看好的东西很多人不看好 那孤独和寂寞以及无聊 有什么区别呢 无聊就像我个人认为就是那种 感觉天天就那个不好好工作呀 混日子那种 那寂寞呢 寂寞 比如说我失去他 你就感觉特别地寂寞 无聊是指一个人无所事事 无事可做 寂寞是指身边没有同伴 孤独是指身边有同伴 但你依然寂寞 就像尼采所说 一个高级的人总是独处着 因为在他的身边找不到同伴 但是一个真正有着自己想法 有着自己喜欢干的事的人 他是不会感觉到孤独的 即便身边的人都不认同 他依然信心满满 因为他内心很丰富 如果是要说定义什么叫成功 成功并不是你把一件事情干成了 而是你特别喜欢干一件事情 你专注地去做 而且不是为了名 不是为了利 那么你内心是丰富的 但问题是有些人当名利失去了之后 他就会觉得自己的成功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他内心没有真正想干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确认 你内心真正想干的一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 如果有 那即便失败 即便没有人支持 你内心依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意思 同时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你也就不会说 请你支持我 难道他不支持你 你就不干吗 那说明你不是真正的喜欢干这件事情 他虽然不踏实 但是他很直白 同时还有点可爱 虽然在事业上有点好高骛远 有点形式主义 但他对你的情感至少是踏实的 这一点你不可否认 所以如果一个男人愿意在感情上对你踏实 即便事业上有一些好靠物缘 那可能是年轻带来的特质 那为什么不能够在这条路上 基于他对于你感情的踏实和忠诚 来给予他一定的认同 当然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问题 但我还是那句话 一个男人 人品很重要 你说呢 自己看着办吧 好 谢谢图老师 加油呗 抓紧行动起来吧 好吗 女生自己考虑一下 来 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苦方红糖 真情60秒 小薇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希望我在创业的这个阶段 你能陪我一起走下去 我真的需要你的支持 我相信我能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能不能不要和我分手 我一定会给你看到 结果的 我会证明我自己 我会让你知道 你选择我没有错 我以前也相信过你 但是现在到这种情况了 咱俩真的应该好好想象了 想想我是不是你适合的人 我也得想想 谢谢两位 来 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男生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 生活多年少 还能忘掉 虽然你今天没有同意和我一起走 但我相信我事业有成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嫁给别人 我还会去找你 我提醒你一句话 即便你不是所谓的事业有成 只要你坚持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的那种专注一定会吸引某一个女人 真正爱你的女人不是要你事业有成 她是喜欢你的那种执着 明白吗 听明白了 明白了 加油吧 来 请回 谢谢你 来 一起进入一辈诗爱情保鲜剂 来 有网友向图老师提问说 我当时跟他在一起放弃了很多 不求别的只求他对我好 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真的把我捧在手心里 现在在一起大概一年 动不动就挑我的刺 莫名其妙 就发脾气 我辛苦做的饭 他尝了一口说 不好吃 转身就到垃圾桶 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还能继续吗 人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不是遇上财富 美丽又或者是贵人 恰恰最珍贵的是遇上理解 当一个人不懂得欣赏你的付出的时候 你做再多都是徒劳的 所以把你的付出 给那些学会欣赏你的人 好 谢谢 我们的节目是由药宝师 伊贝斯 伊贝斯纯净面膜 冠名播出的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有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